为了减轻暴雨对公共排水系统造成的负荷 已经有75个发展项目向当局提成了建造储流雨水设施的计划书 根据政府去年1月实施的新规定 0.2公顷以上的新项目或重新发展的项目都必须建造储流雨水的设施 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在国会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 政府自2012年以来已经完成了将近190项的水道改善工程 目前有115项工程还在进行 包括史丹福储水池和分水区的工作 而今年也将有19项新工程启动 当中包括改善淡宾尼的水道系统 以及在滨海南铺设新排水系统 维文医生也表示从2011年起 水道的设计标准提高后 排水道的排水量也增加了15%到50% 不过他指出 由于全球气候转变 海平面预期上升 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暴雨 因此目前的防洪措施未必足够 政府将继续致力做好相关的工作 给大家看一下 delete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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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 谢谢 谢谢